学术期刊是发表特定学术领域学术资讯的期刊 学术期刊是发表、审查和讨论研究的透明、永久的论坛 这些几乎总是需要同差审查或由各自领域的有能力和成熟的同时代人进行其他审查 内容通常采用原创研究文章、评论文章或书评的形式 学术期刊与其他类型期刊的不同之处在于几个关键方面 1. 学术期刊经过同行评审 学术期刊通常经过同行评审 这意味著文章在发表之前要经过该领域专家的评估 这确保了内容的高品质并且与该领域相关 2. 学术期刊注重学术研究 学术期刊注重语言创研究文章 评论文章或书评的形式发表学术研究 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好处包括 1. 学术期刊为学者与更广泛的学术界分享研究成果提供了平台 2. 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 可以提高研究人员工作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3. 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 可以提高研究人员工作的可信度 4. 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 可以增加未来研究计划 获得资助的可能性 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面临的挑战包括 1. 同差审查 学术期刊通常需要同差审查或由各自领域的有能力和成熟的同时代人进行其他审查 此过程可能非常耗时 并且可能会延迟发布过程 2. 影响因子 学术期刊通常根据其影响因子进行排名 影响因子是衡量期刊中的平均文章在特定年份被引用的频率的指标 影响因子通常被用来衡量期刊的声望 研究人员可以透过多种方式提高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机会 1. 选择合适的期刊 对于研究者来说 选择合适的期刊来提交研究成果非常重要 研究人员应该选择与其研究领域相关 并在发表高品质研究方面享有良好声誉的期刊 2. 遵循期刊的提交指南 对于研究人员来说 遵循他们所提交作品的期刊的提交指南非常重要